大家好,前面几天一直下雨,那么我的这盆杜鹃花呢也淋了雨,淋了雨之后呢,它的有一些这个花朵已经枯了,然后呢,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下,这个花朵还很容易腐烂,自身病菌,所以呢,我就准备趁这个时候啊,给这个茉莉花呢,进行一次修剪工作,那么茉莉花修剪到底应该怎么剪呢? 其实我们主要有两步,首先第一步就是摘掉这些藏花,这些藏花全部摘掉,如果这个花枝啊,它比较长的话呢,我们还可以给它进行一次适当的打底 然后底部的花托呢,也可以给它掐掉 在叫长花的同时呢,有一些这些剩余的花苞啊,我们也不要让它开了,直接摆掉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之后呢,第二步啊,我们就是要修剪一些不必要的枝条,比如像植株跟进步长出来这些侧枝,这种枝啊,它也是难得长壮,而且呢,还会消耗大量养分 这种枝呢,一定不要留 然后底部的这些芽呢,也一定要及时的抹掉,抹掉之后呢,我们还可以把一些过于密集的枝条啊,也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梳理 这样呢,可以让植株这个通风透气性更好 修剪之后呢,我们还有两步也是非常关键的,就是第一步呢,就是要给它进行一次全面的杀菌工作 比如我们刚刚进锅的修剪,那么植株呢,它会有伤口 如果伤口没有做好保护,没有做好杀菌,它很容易出现枯枝的现象 那么我们喷丝的杀菌剂呢,就可以用一些保护型的杀菌剂 比如这个带生猛心,吸食1000倍,然后呢,给它进行整株喷湿 喷湿之后呢,如果有换盆需求的话,可以趁这个时候给它换换盆 如果不需要换盆的话呢,我们就可以给它在盆土周围啊,给它埋上一点有机肥 来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 那么有机肥的话呢,我们用一些发酵服术好的养分就可以了 因为呢,比较温和,具有不伤根的特性 再加上呢,营养也特别的丰富 埋上羊粪的话呢,很简单 就是直接在盆土周围这样子铲松 然后呢,把这个羊粪啊,给它埋进去 这样子围上一整圈 然后后面呢,填好土就可以了 而且埋好羊粪的话呢,这种有机肥它还可以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之后呢,等到它从顶部啊,开始冒出新芽之后呢 那么就说明它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恢复营养生长了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用上一些畜生长的肥料 畜生长的肥的话,就是要用一些淡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这个畜生长的营养液呢,就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这样呢,这个杜砖化的修剪工作啊,就完成了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